每次每次参加这个会都能听到很多老朋友的见解啊 嗯 都是不错 真的很不错 我没有太多讲 我只讲一句话吧 我就说 李克强的过世呢 标志着 国务院 他的行政职能 从建国 中华人民国务国建国以来 宗旨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 整个的政治体制 是变成了以党代政的全面开始 而国务院的话呢 变成了类似于不管部部长 他没有具体的管他 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管他 什么职能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你讲他是跟班也好 那是从个人来讲 我讲这个机构来讲 作为国家的实质的 实行决定国家政策和运作的一个机构 他的职能 今天已经随着李克强的过世 实际上在他这个十年的过程中 就在不断地的蜕变 只不过到现在可以宣告 正式终止 以党代政的时代开始了 我就讲这句话 没了 对 那就是我们 我刚才提到 这个小鹏博士说的这个党天下的总理问题 现在是习天下就是没有总理问题了 刚才这个都提到 就是谈不上了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在李克强 大家都是正面的评价 都也谈不上正面 就是反映 就是说 没有对他过多的这个做他的政绩啊 什么这个 他上来是犯了风险啊 这是评价他们说有功还不过 实际上没有功也没有过 好像就到最后是变成这个样子 OK 干节做总理 这个在端门上 端门上 OK 我只要想讲两个 第一个 刚才义富贤说呢 他认为 人口问题 是李克强 在他的认证期间最大的败比 我的看法却是 我认为李克强最大的败比 是他的乡人 为国 我们都知道八九年以后 像张伟 陈一兹这些人 都离合共产党 切割 告别了这个体制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 异常的残酷 残忍 李克强留下来 我相信 他最大的愿望 就想做事 最大的愿望 他觉得自己能做成事 但是他最后呢 他憋屈 对吧 他这个窝囊 是因为他 看不清这个体制的残酷 或者说是 他对这个体制 产生一种误判 他觉得他能够 在一定的位置上 扭短 某种乾坤 他当然也不至于 天真的百分之百的认为 他能够彻底无赚 乾坤 那他的乡人为国 他是什么时候提出来 他2016年 2016年 在这之前 实际上那时候的 习理 新政习理体制 刚刚上马 没多久 在那头两三年里头 其实李克强还是能做一点 他想做的事 因为那个时候 习近平呢 无暇他顾 他忙着 反腐 整治军队 公安 武警 这是他忙的事 那经济上呢 他让李克强 做了一些他想做 那李克强做的什么呢 减政放权 就是放管服 后来就提出来的 放权呢 什么优化管理 让老百姓 他们申请各种各样的东西 变得容易一点 便利一点 然后他就说了一番话 他就说呢 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改革里头 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不错的 我们给老百姓让了一些利 有一些利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政府部门 相忍为一国 这是他提出来的 你就是为老百姓 你们要把自己的利益 不要放在老百姓利益之上 这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他2006年那时候 他是很自豪 他认为他推出来的一系列的改革 是成功的 但是他的放管服 也就是他的见证放权 后来是被习近平批了 一塌糊涂 放什么放 管没管 你放了以后你管没管 后来 这本来是写进 国务院的工作守则的放管服 就给老百姓便利这些事情 新总理李强一上 立马把它删掉 这就是说呢 原来李克强搞的这些 试图这个搞一些改革 让老百姓便利的东西 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我为什么说他的相认美国 实际上是他执政最大的败笔 2018年 习近平搞终身制 修改党章宪法 李克强搞哪去了 全票通过 一票都没有反对 你这个时候还相认美国 你忍的是把这个国家彻底的倒回去 你当年主张的改革开放的原点 十九大还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相认美国 他能做什么呢 2018年他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2018年的3月 习近平在人大文件上 正式把习离体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2012年 2018年 这是这个谁 这是这个高新 他把2013年和2018年的任命主席令的原文都找出来了 2013年说的是经过人大批准 李克强任主席 然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 到了2018年 这本来一以贯之的规矩突然变了 变成什么呢 由习近平任命 李克强任总理 再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任命令 这又完全改了 这就把变成是什么呢 本来习近平对这个平民总理就从来看上眼 认为他根本不是当宰相的恋 认为他无能 对吧 而李强也是平民总理 那他忠于他呀 他不是说了好多忠于他的话 他自个人亲信 李克强却不是他的亲信 李克强一直在鼓吹改革这一套 这一套可是习近平不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2018年就把这个犀利体制彻底的冷静了 所以相忍美国 当我们讲这个李克强的功和过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过最后这个相忍美国 他忍掉了他自己的人格 牺牲了他自己的尊严 牺牲了他的理念 最后他也牺牲了国家真正的前途 你这个相忍美国 关键的时候你还在忍 那你实际上就把中国的这个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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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上的这套东西 全整回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曲线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 我是看了一篇高新10月30号夜化中南海 我建议大家看看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是觉得 中国还有什么戏啊是不是 真的 你觉得真是你怎么弄 他说不必太担心 他谈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当今圣上蹦跶不了多久 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东西就非常好玩 他这么说 他这么说 他说呢 当今圣上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他说当年这个毛 一定让周先死是有原因的 毛是不愿意害怕他死后 周翻他的老账 清算他 这个 这个 这个习近平同样如此 就是离死就一直 自己觉得自己活不了了是吧 对 他就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他说蹦跶不了他是有 就是说呢 他不是喜欢喝酒吗 因为他喝酒可以养生 他喝了很多茅台 结果呢 就有一篇文章说 习近平靠茅台养肝血果得了肝癌 他说大家就看这篇文章 那习的意思就是怕李清算他 所以刚才胡亭这一点说的就是 这是非常合乎逻辑 如果他这么想 非常合乎逻辑 第二 让李克强先走 并非是毛的发明创造 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 他说邓实际上也是 实际也是吧 邓也是 那我们就说共产党体制里 邓让陈云先走 陈云比他小一岁 然后呢 是江泽民让李鹏先走 他都是有一个 你能先走赶紧把你走 你不能先走对不起 那都是抹杀了 对不起我就想办法让你先走 这些人不得人心思 也没人关心的 所以再联系起来 刚才高光俊所提到的 军事特别行动委员会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存疑为什么呢 搞这个没必要搞个机构 叫个政治机构 那不会的 共产党搞这个都是非正式的 不会搞这个 当年红队白队都能人叫 但是要没有个正式的 行啊 我就说了这么点 谢谢 你老打算了 人家还没说完 没问题 完了 两点讲了 好了 完了 对 这个 这个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这个讨论会嘛 也是原来在线上 搞过好多次了 有一次呢 让叶宁 叶宁最近老是不出来 他身体不好是吧 叶宁说 叶宁说 说了一句 说了一句 习近平是非常仁厚的 我后来问得他 我老子用他 我说这么仁厚 别跟叶宁斗 然后他说 他没杀过人啊 对 听起来好像没错 他没杀过人啊 你怎么知道他没杀过人啊 他什么 什么 周永康啊 什么东西啊 没杀嘛 对吧 但不就是没杀嘛 你要普京的话 那就干掉了 这个人 但是呢 我们这个 韩松兄也说了 他太佛系了 他原来说 他太佛系了 他现在 他现在又开杀箭 这个 但是我刚才 韩松兄提到 有一个 这个细节你们没注意 有没有事实 这个很重要 他的死因 有没有一个事 你说什么 阴谋论啊 什么什么 那事实是什么呢 我看网上 有人在那里吓弄 这个网上也不可信 说是把它串起来 从火箭军啊 秦刚啊 那时候这李舒服啊 一条线啊 那是不是一条线 最后他穿到 李克穿到那里去了 对 那就是他说的 要建国大开杀戒 就是一条线 对吧 那就是 刚才呢 他没说这个话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 这个事实 我们不知道 这个永远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 我还没说这个话 建国杀人 假如说是 这个 要杀的话 按照他的说法 我一个杀字没说 就是说 习近平不可能去杀一个什么 就是 该害一个什么 已经下了台的 总量 但是如果说要杀 那就是有事实 对吧